大家好 我是艾圓神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帶給大家崩壞星窮鐵道2.0版本的任務集 支線 鐘錶把戲14個 金錶抄2520 支線13之中崩壞星窮鐵道2.0.6康尼 這一批的話呢是我們 14個鐘錶把戲的和解 為什麼是14個呢 因為只有這14個他會給180 金錶抄 所以收集了這14個 然後呢 大家之前看過我們夢境護照的 已經做完10個了 那這一批呢 把沒做過的4個放到最前面 大家做過那個護照的話呢 把前面4個看完就可以關了 那如果說大家沒有做護照的 那就把這14個全部跟完 這樣子符合你們兩批人的要求 好吧 那首先呢大家來到 黃金的時刻這個 鐘錶小子廣場這個錨點 好到錨點之後呢 看到我們的小基督下方 朝這個方向往前走 前方陽台這邊 就是我們的 這個下一個NPC 好這邊對完畫之後呢 他就走回來了 然後呢再跟他對話 就可以開啟鐘錶把戲了 然後我們這一個齒輪的話呢 上一批帶大家蒐集了很多 完全是夠用的 我們直接解鎖 好對外畫開啟任務 我們點擊一下追蹤 然後呢打開地圖 大家來到我們這個最右邊 奧地購物中心這個錨點 到錨點之後呢 朝著我們的小地圖上方 往前走 就可以找到他了 好這邊對完畫打完怪之後呢 再跑過來和這個盧阿策對話 好對外畫的話 這邊就完成了 然後這個單個的小任務啊 給的這個金錶超呢 是180 完成了之後呢 看到我們的小地圖左邊 朝這個方向 我們往前走 下樓梯一直走到這個馬路邊啊 好 那麼大家到這個馬路邊之後呢 看到我們的小地圖下方 往前走 就一個歌者 就是我們的下個NPC跟他對話 然後選擇開啟鐘錶把戲 他這邊的話呢 也是需要歡心 來 好 對外畫開啟任務之後呢 我們一起打開地圖 帶他來到愛迪恩公園這個錨點 到了錨點之後啊 看到我們的小地圖左邊 朝這個方向往前走 在最外圈的這個陽台邊上 就可以找到這個歌者了 對外畫之後呢 來我們到邊上 接著跟這個拉洛斯對話 對外畫 先看到我們的小地圖下方 這邊有個刻薄的聽者 對外畫之後呢 再看到我們的小地圖上方 和這兩個人對話 好 和三個人對話完之後呢 我們在一起打開地圖 大家來到這一個 奧地購物中心的錨點 到了錨點之後呢 朝著我們的小地圖左邊 往前跑 也是跑到我們這個馬路邊左轉 這邊對外畫呢 就完成了 也是180斤錨鈔鈔 也是180斤錨鈔鈔 好 你接下來呢 我們一起打開地圖 大家回到我們這個 奧地購物中心的錨點 到這個錨點之後呢 到這個錨點之後呢 看到我們的小地圖右上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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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這個方向往前走 在我們前方 在我們前方 這個長椅的邊上 有個小孩過來跟他對話 對外畫 這杯用的也是歡欣 好 對外畫之後呢 點擊一下追蹤 打開地圖 大家來到我們這個 白日夢酒店大門的錨點 朝這小地圖右上角 往前走 朝這小地圖右上角 朝這小地圖右上角 在這個路邊啊 有幾輛車 我們過來調查一下 好 對外畫之後呢 我們再一起打開地圖啊 大家來到我們這個 中表小子廣場 這個錨點 到了錨點呢 就朝著面前這個方向 直接往前走 上樓梯 上樓梯之後呢 朝著右前方 就有個望遠鏡 過來調查一下 好 貼完之後呢 朝著我們的小地圖右下角 往前走 過了馬路之後 我們上樓梯 兩節龍梯上完之後呢 在我們的右前方 有一個廣告牌 我們也過來調查一下 好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一起打開地圖喔 回到這個 澳帝購物中心 這個錨點 到錨點之後呢 朝著小地圖右上角 往前走 好 都要換了 這個任務也就完成了 好 接下來呢 我們一起打開地圖 帶來到我們最左邊 這個愛迪恩公園 這個錨點 到了錨點之後呢 大家看到我們的 小地圖左邊 朝這個方向往前走 前方這個門口 架了個小女孩 過來跟她對話 這邊使用的是 飛玉齒輪 好這邊對話選擇沒問題之後呢 我們點擊一下追蹤 大家打開地圖 來到我們這個 澳帝購物中心的錨點 然後呢 朝著我們的小地圖右邊 我們往前走 好我們這邊對話 拿到兩個代幣 然後呢 打開地圖 大家回到我們這個 愛迪恩公園的錨點 朝著小地圖左邊 往前走 我來找這個福爾拉 好 那做完這邊也是180斤表叉 好 大家如果說 跟我把護照全部做完了 到這邊呢 就已經OK 結束了 中表把戲 全部做完了 那如果說大家沒有做護照的 來我們接著往下 首先大家打開地圖 來到我們 祝夢邊境左上角這個家族建設局的錨點 到了這個錨點之後呢 先朝著小地圖右下角往前走 前方這個拉機回收格雷對話 這邊開啟中表把戲 上一拼呢 帶大家收集了這個 幻星齒輪 我們這邊直接解鎖 然後呢 我們點擊一下追蹤 大家來到 黃金時刻 這個 白日夢酒店大門的錨點 到了錨點之後呢 朝著小地圖左邊 往前走 去幫他拍一張這個照片 到達我們這個高亮點 按一下這個相機的拍鍵 直接拍攝就行 拍完之後呢 來我們點擊一下追蹤啊 回到這個家族建設局的錨點 我們再跑過來 和這個格雷對話 對話完呢 就可以拿到我們的這個 貼紙了 然後啊 來看到我們的小地圖左邊 朝這個方向往前走 上了台階之後呢 面前就是下一個NPC 拿回來對話 開啟鐘錨把戲 這邊的話呢 直接 上一批也對大家收集過了 我們直接解鎖 好 對話之後呢 接取到任務 我們點擊追蹤 大家來到 甜蜜藝偶這個錨點 好 那麼大家來到這個錨點之後呢 看到我們的小地圖右下角 我們朝這個方向 往前走 在這個氣球邊上就是了 好 這邊對話完之後呢 點擊追蹤 好 大家來到這個貴賓休息區這個錨點 好 到了錨點之後呢 筆子往前走 我們先上樓梯喔 上了樓梯之後呢 右拐 上來就是這個高亮點了 好 然後呢 右手邊這個門口 我們過來敲一下門 然後呢 來我們點擊一下追蹤 來到這個 家族建設局這個錨點 朝著我們的小地圖左邊 跑過來找這個柯林對話 好 拿這個貼紙之後呢 來大家朝著我們的小地圖左上角 摸往前走 來找前方這個班尼一對話 好 開啟鐘表把戲 上一篇呢 也帶大家收集過這個鎮靜齒輪 讓我們直接解鎖 對話畫之後呢 來我們點擊一下追蹤 回到我們這個家族的小地圖 我們要先來到這個小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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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廣場之後呢 朝著小地圖上方 筆子往前走 上樓梯之後呢 右拐 好 往前走 前方這個樓梯我們走上來 走上來 然後左拐 跑過來和這個小孩對話 好 對話畫之後呢 我們再點擊一下追蹤 回到我們這個家族建設局 現在看到我們的小地圖右下角 朝這個方向走過來 和這個爵士對話 好然後呢 看到我們的小地圖左邊 朝這個方向往前走 走到底 直接左拐下樓梯 過來和這個無二七對話 好 對話畫之後呢 再來我們往回走 回去找這個班尼 好這邊就完成了 拿到我們的下一個貼紙 我們接下來打開地圖 大家來到 白日夢酒店夢境 最右上角 薄金客房 這一個錨點 到了錨點之後呢 朝著面前 先出房間 左拐 眼角走廊一直往前走 好 前方走出大門之後呢 下樓梯 接著右拐 也下樓梯 然後呢 看到我們的小地圖左上角跑過來 在這個角落 現在我陣的地方 有一個小孩被怪物圍住了 好 打完過來對話 我們再跑過來跟他對話 使用開啟 鐘錶把氣 我們之前糞皮還拿了很多 糞門都沒有用掉 好 來我們這邊用一下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一起 打開地圖 拿到這個鐘錶小的廣場 這個錨點來 好 然後呢 看到我們的小地圖左上角 往前走 就是阿然了 好 對方畫 我們一起打開地圖 來到左邊 這個 田蜜 藝 這個錨點 然後呢 筆直往前走 大家看到 我們前方 走樓梯上去呢 就是這個任務高亮點了 倒上來 在這三個 台球桌中間 我們過來跟他對話 好 對方畫呢 就可以拿到我們這處 這個貼紙了 好 接下來我們打開地圖 大家來到 最右邊 澳帝購物中心 這個錨點 朝著我們的小地圖上方 往前走 現在這個錨點 邊上有一個NPC 我們跟他對話 開啟鐘錶把氣 我們之前 拿著這個 鎮靜齒輪 還有聖 我們這邊直接開啟 好 這邊對方畫之後呢 我們一起打開地圖 大家來到我們這個 呃 甜蜜藝藕這個錨點 到了錨點之後呢 朝著我們面前這個方向 直接往前走 在前方這個遊戲機 可以找到他 跑過來再和他對話 好 這邊對方畫呢 就拿到了我們這一個 鐵紙了 好完成了之後呢 我們再打開地圖啊 還是回到這個 浩帝哥物中心 看到我們的小地圖上方 往前走 然後左拐我們下樓梯 樓梯下來之後呢 在我們前方這個 噴槽機邊上 有一個小孩啊 我們過來和他對話 好這邊 開啟鐘錶把戲 我們之前的話呢 這個 背玉齒輪啊 剩下來很多啊 我們這邊直接解鎖 好然後呢 我們點擊追蹤 來到住夢邊境 這個屋頂花園的錨點 好 到了錨點之後呢 看到我們的小基督下方 跑過來 和這個小孩的對話 好對樣畫之後呢 打開地圖 回到我們黃金石刻 奧地購物中心 這個錨點 還是 朝這個小基督上方 往前走 然後左拐下樓梯 到這個噴槽機邊上去找他 就獲得了我們這邊這個鐵紙 好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一起打開地圖啊 還是回到奧地購物中心 這個錨點 好到了錨點之後呢 看到小地圖右下角 朝這個方向往前走 上了樓梯之後啊 面前就是下一個NPC 奎英 這邊開啟鐘錶把戲 我們之前呢 也有剩的這個 糞 糞麵 我們直接解鎖了 好對話完之後呢 來 我們直接點擊追蹤啊 來到這一個 白日夢酒店 現實的這個酒店大堂 好看到小地圖右上角 我們往前走 直接跑過來和這個愛莉對話 好對話之後呢 回到我們 黃金石刻 購物中心這個錨點 黃金石刻 朝著小地圖右下角 我們往前走 回來和這個奎英對一下畫 好 對外畫 就可以拿到這裏 這個貼紙了 好做完這個 我們筆直 朝著小地圖下方 往前走 大家看到前面的話呢 有一個大這個 拼圖 邊上去跟PC 我們過來跟他對話 施展這個把戲 施展這個把戲 然後我們這邊還剩了兩個鎮鏡 直接解鎖 好對外畫之後呢 打開地圖來到白日夢酒店 現實 大家看到 這個貴賓休息區這個錨點 到了錨點之後呢 朝著我們的小地圖上方 往前走 進到這個大堂 好 在我們的左前方呢 就有這個刻地了 我們過來給他拍一張照 好對外畫直接拍 好然後呢 我們回到黃金的時刻 這個 奧地購物中心 先朝著小地圖右下角 我們往前走 上了樓梯 筆子往下走 過來和他對一下畫 過來和他對一下畫 好然後呢 幫他拼一下這個拼圖 好首先是左上角這個拼圖 拿起來放在我們右上角 大家看到這個地方 然後呢 右上角這個拼圖 拿起來放在左上角 大家看到這個地方 好 然後呢 左上角這個拼圖 拿起來放在左上角這個地方 右上角這個拼圖 打起來放在右上角這個地方 然後剩下的這個 左上角這個拼圖 打給他 拿起來放在我們左下角 右上角這個拼圖 拿起來給他放在右下角 好然後呢 左邊這塊拼圖 拿起來放在右邊 我們轉一下就好了 最後一塊拼圖放過來 再和這個莫里斯對話 好拿到我們這一處的這個貼紙 好接下來呢 我們一起打個地圖 大家來到這個 左上角愛迪恩公園 毛點 到了毛點之後 看到小地圖右上角 走過來和這個波奇對話 開啟鐘錶把戲 這邊呢還有順著這個憤悶 我們直接使用 好對話之後呢 大家看到我們的小地圖下方 朝這個方向往前走 在我們面前這個吧檯的背後 有兩個員工 過來和他們對話 好對話之後呢 來我們繞著這個吧檯往前走啊 前方有一個電視機 我們過來按這個調查 好然後呢 我們再過來和別讓這個費曼對話 好這邊呢有一個疾變 來我們下一句 再下一句 再下一句 選擇這個 但平心而論 他的企劃 在這一條的時候呢 我們選擇 出示 腎甲床計劃 好然後呢 我們朝著小地圖右上角 我們走回來 尋找這個波奇 好拿到我們這一處這個貼紙 好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一起打開地圖 帶來到我們下方 甜蜜右這個矛點 好到了矛點之後呢 看到我們的小地圖右邊 朝這個方向 前面有一條通路 我們往前走 下了樓梯之後呢 在我們 右手邊 有一個影評家 過來看他對話 好開啟鐘表把戲 這邊是這個 悲悅剩得很多 我們直接解鎖 好對話之後呢 打開地圖啊 來到愛甸公園這個矛點 好到了矛點之後呢 看到我們的小地圖左下角 朝這個方向往前走 在我們前方這個花壇邊上 就是古力斯對話 好對話之後呢 來我們打開地圖 來到甜蜜右這個矛點 朝著小地圖右邊 往前走 回去找一下樓梯 好對話我們獲得下一個貼紙 好你到這邊呢 全部的這個中表把戲啊 就玩起來我們 好這一批的話呢 是十三之中 大家做完主線之後呢 就自動出現在這個 任務列表裡面的 我這邊是已經 對話交掉了 好那麼大家打開 地圖來到這個 鍾錶小的廣場 啊 到了矛點之後呢 筆直往前走 大家跑過來 到這邊對話就可以了 很簡單的一個 那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告訴我們 雕像這邊啊 可以拿來 共憤 我們做這個 寶箱篇啊 做這個任務篇啊 給的這個金表操啊 大家看到 都可以在這邊共憤 啊他最高呢 現在二十級 大家看到啊 跟我 把目前為止 全部的寶箱都搞定 把目前為止 全部的任務都搞定 共憤到二十級 那是綽綽有餘的 好吧 那這批跟大家說一下 這個好 我們去下一批再見 拜拜 拜拜